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今天有一個特別的妝片跟大家分享 大家看到我素顏和沒有化妝 就是我要開箱Charlotte Tilbury的新系列 我打算跟大家一起開箱 試相面 試相手 我們事不宜遲就開始 我已經很心急想快點拿出產品 首先我拿了最大盒 因為Discord My Eye 我收到兩盒 這個很熟面 因為我過去這一年都只用這盒 這是我日日用的盒子 很快就可以化妝 已經有齊散我要的顏色 所以很期待看看這兩個盒子會有什麼樣子 第一個叫Pretty Blushed Beauty 這個盒子已經很美 粉色 玫瑰金色已經是好我的東西 打開它就是這個玫瑰金色的盒子 打開它 顏色都是很容易用的顏色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很實用 有三個眼影顏色 有陰影色 有光亮 有胭脂 還有最後就是一個Face Powder 這次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本身有兩個胭脂 它就把它變成一個胭脂 然後這一格變成一個Face Powder 就是一個定妝粉 我覺得這個有什麼很好呢 就是它是Charlotte Tilbury的 這個Airbrush Flawless Finish的定妝粉 就是同一個配方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就知道 我多麼喜歡那個定妝粉 我已經用了兩盒了 還有定妝粉我覺得也方便很多 因為不用再額外出一個定妝粉 看看它的顏色 眼影有三種顏色 第一個就是一個戴閃粉的淡 Champagne Gold的顏色 這個是用來pop up你的眼 就是令你的眼睛突出一點 然後就是二號色 就是一個戴珠光的Rosy Nude的顏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其實很漂亮 本身你這樣看就好像一點啡啡的 很灰的顏色 但塗出來其實是暖一點的 第三個其實就是一個啡色的陰影顏色 就是眼部的陰影顏色 是滑色 你這樣看就好像很淺 但其實它是可以建立的 我覺得這裡所有顏色都是看起來很低調 但如果你想加強化它 想加強化它 都是很沒問題的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顏色 就是胭脂可以用來做眼影 亮亮也可以做眼影 是多元化 可以白搭地混合和配合 然後就有一個面部的陰影 這個我一向都很喜歡 因為它這個陰影做得很好 就是不會太橙 也不會太灰的顏色 就是塗上臉之後很自然的 然後就有亮亮 亮亮我又很喜歡它的亮亮 因為不會太誇張 很閃的那些 是很低調得來 可以幫你做一個很自然的光亮 它就做了一個 因為它這個顏色是想做出一個好似你是在愛上臉 很紫色的感覺 所以整個感覺都會很紫色的 然後就是定妝粉 我第一件事會塗的 就是2號這個 Enhance的顏色 我會塗在整塊眼皮上 你會看到這個顏色是比較軟的 而且都會帶點閃粉 做出一個很滑溫的效果 完全不用擔心這個顏色會太誇張 因為你是可以建立的 你看到我現在在塗第二層 這樣就可以激化了顏色 而且如果你想再深色一點 你可以將眼影筆濕水 整個顏色就會更深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MAT的深色 去做一個眼影的輪廓 好 接著我把它塗在眼部中央最突的位置 讓眼睛看起來有一點立體感 下眼線我會用這個MAT的顏色 然後就塗在下眼線位置 還有眼頭的位置可以做一個打涼 然後又是用另一種顏色塗在中間 最後用那個深色塗在下眼尾位置 最後都是混合均勻 但不要超過混合中間的位置 要不然就會失去POP 好 眼影就完成 接下來我要塗定妝粉 我會用這個很棒的 AIR BRUSH FLAWLESS FINISH 然後塗在一些比較容易出油的位置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個定妝粉 因為它很輕盈 很薄 不會覺得很厚重 我會用在皮膚的感覺 而且毛孔是撫平了很多 你看到整個皮膚都很滑 所以它才叫做AIR BRUSH FLAWLESS 然後我會用陰影粉 因為我懶了 我會用同一支掃 你看到它的顏色是很自然的 真的不會很橙 最後就是這個胭脂 看看上面是什麼顏色 都很顯色 最後就是塗黑色 我會印在這個 拳骨的位置 你看到它是很低調的珠光 它不是很閃 其實我喜歡用手上的 但給大家看用手上的效果都很好 很容易用 你不會覺得很混濁 或者塗完很容易出事 這個系列還有另一盒顏色 叫做GLOWING BEAUTY 它也是一個一盒漆用的palette 但這次顏色方面 它會更加藍色 眼影它的主色會更加閃 我覺得很適合去晚餐日 或者比較隆重的場合 但當然它也是可以日常用的顏色 我先開箱其他東西 我看到有唇膏 我需要塗唇膏 唇膏就是這樣 我收到4支 這個包裝很漂亮 這是新包裝 看到它有閃石 它是平時的 這個方方的形狀 這是MISS KISSes 然後有FIRST DANCE FIRST DANCE 就是這個顏色 它是比較深的Crimson 帶一點紫的 還有NUDE ROMANCE 我猜是一個NUDE的顏色 茶漣 今天決定用了MISS GNIS 這個是豆沙色 但它有帶少許藍色的 不會太暗的顏色 而且是一個顏色的顏色 牙齒模式的唇妝 超顯色 而且就算是顏色 也很容易塗上嘴 這個方形的唇膏形狀 塗上嘴是很方便 而且不會太容易出界 軟體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個顏色是很刺激的 很適合我的膚色 不會太誇張 比較自然 但突出 配方一向很喜歡 Matte Revolution 配方很容易推開 而且不會覺得很乾 很快就塗完 因為它很實色 不會卡住唇紋 所以這就是Mrs. Kisses 整個妝我覺得出來的效果很軟 很浪漫 好像有一種戀愛中的感覺 大家如果對我今天用的顏色 和唇色有興趣的話 其實Charlotte Tilbury的 香港Epop Hub 是有一個套裝的 除了有這兩件產品之外 另外它會送 Legendary Lashes Vol.2 這個眼睫毛液 我今天也有塗 非常方便 拿出界 它是很幼的 放在手袋是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這就是第一個套裝 原來還發了另一個套裝 我還未開給大家看 這個叫做Look of Love Beauty套裝 當中有些產品都是我一向都很喜歡 就是我的聖誕 首先就是有四色的眼影盒 這個也是我非常喜歡 之前在影片中也有說過的 Pillow Talk眼影 那些顏色也是非常漂亮的 是很Rosy Dusty的粉紅色 這個套裝也會有我今天用的 黃牌和很熱門的顏色 就是Mrs. Kisses 一個全大小的唇膏 也會送兩件mini size的產品 我們打開看看是什麼 這個是Airbrush Flawless Finish Powder 超小的 我想快點打開看看 Oh my god 好可愛 超小的 Airbrush Flawless Finish 這個是我會收藏的 好可愛 還有一塊鏡 這個是超小的 你看到嗎 它是超小的定妝粉 但如果你真的想用 你拿出界都是很方便 還有一個mini size的 Charlotte Magic Cream 這個也是我很喜歡的 Face Cream 它也可以做Base 一個mini size的 如果你去Staycation 或者是 就算你出街 皮膚覺得皮膚有點乾 你也可以塗 如果大家對這些套裝有興趣 都可以去香港的e-pop-up 去看看 還有它現在還有一些限定的優惠 我Info Box會有一條連結 帶大家去那個pop-up shop 如果你們買滿一千元 再用我的Promo Code 的話 他們會送一個lip luster 一個唇彩 還有會送一個化妝袋 我覺得他們現在網站買東西 都很方便 而且因為他們買滿五百元 已經免了運費 所以大家有興趣 就快點去看看吧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次的分享 如果你們想我拍多些unboxing片 或者是一些try on化妝品的影片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現在都很想要拍妝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